欢迎大家收看旅游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新泽西州的泽西海岸正在通过一波酒店、餐厅和文化的复兴焕发新生 请大家收看 泽西海岸正在通过一波酒店、餐厅和文化的复兴焕发新生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新泽西州的泽西海岸正在通过一波酒店、餐厅和文化的复兴焕发新生 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度假者的喜爱 但现在吸引了一批新的游客 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比纽约市附近的高档汉普顿更实惠的选择 泽西海岸北部的小镇提供保存完好的木板房和精品酒店 阿斯伯里公园是一个曾经是摇滚和嬉皮市聚集地的地方 现在已经被当地LGBT家社区焕发了新生 提供了各种艺术场所和充满活力的音乐场景 更南部的大西洋城也在改造中 新的酒店和餐厅正在开业 这个地区以其木板路、赌博场所和夜生活而闻名 游客可以享受各种景点 从艺术博物馆到该州最高的灯塔 泽西海岸全年开放 这意味着游客可以在旺季之外享受其景点 老虎伍兹和美国体育界的贵族们即将开始高科技室内高尔夫联赛 CNN 高尔夫球巨星老虎伍兹和罗里 麦克罗伊为年轻观众推出了一项电视室内高尔夫联赛 TGL联赛将于1月9日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州立学院的 Sophie中心的25万平方英尺场地上进行 15场常规赛将由6支4人组成的队伍进行 其中表现最好的4支队伍将晋级季后赛 并进行三局两胜的冠军系列赛 该联赛将在ESPN和ESPN加上播出 对于对冻结的房地产市场感到沮丧的购房者的建议 彭博社 在房价和抵押利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理财顾问建议有意购房者采取替代方式来踏上房地产市场 一些顾问建议考虑购买土地并获得建房贷款 以避免预建房屋的高价 另一个建议是出租部分房产来支付抵押贷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可能违反抵押贷款的条款 并可能要求房主遵守当地租赁法规 顾问还建议依靠家人的财务支持 父母银行可以提供比抵押贷款更低利率的贷款 而且父母或家人可以获得投资回报 类似的 与其购买房屋 改建家庭住宅以容纳更多人也是一个选择 然而 这要求房主住在父母附近 并应受到分区法规的限制 最后 顾问建议在更远的地方寻找房屋 因为远程工作使得在城市外居住更加可行 美国法院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修复有缺陷的股票回购规则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第五旬回上诉法院裁定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必须纠正缺陷 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股票回购数据的规定 该规定于5月份由SEC采纳 但法院表示 SEC未能对如何衡量该规定的经济影响提出建议 这种行为是武断和任性的 股票回购去年在美国总额达到9500亿美元 有人批评其推高股价和高管薪酬 而不是用于投资 范蒂冈的聚会标志着天主教会的新方向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10月份 数百名天主教徒聚集在罗马参加了关于共荣的主教会议 这是对罗马天主教会和人类本身来说 具有重大意义的教会活动 参议员因参与失败的Eugani Dadanov交易 而被迫放弃首轮选秀权 加拿大环球邮报 沃泰华参议员队将因其参与将叶夫根尼 达多诺夫从拉斯维加斯旌旗士队交易到 阿纳海姆亚队的交易被取消 而被迫放弃一轮选秀权 沃泰华在2021年7月最初 将达多诺夫交易给拉斯维加斯时 未披露他的禁止交易名单 随后拉斯维加斯试图在2022年3月 将达多诺夫交易给阿纳海姆 却发现阿纳海姆在他的禁止交易名单上 NHL宣布沃泰华将放弃2024年 2025年或2026年的一轮选秀权 参议员队将在每次选秀抽签后 有24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放弃当年的选秀权 旅行代理人在价格上涨时获得了最大的加薪 BBC 根据官方数据 去年旅行代理人的薪资增长最为显著 增长了21% 公关总监和酒吧老板的薪资也有显著增长 然而英国普通工人的工资 未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导致购买力下降 生活成本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 导致全职工人实际薪资下降了1.9% 尽管如此 主要行业的性别薪资差距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在过去十年有所改善 贾斯汀 罗斯宣布自己不参加来的杯队长竞选 英国每日电讯 高尔夫球手贾斯汀 罗斯已经排除了自己成为2025年欧洲赛队杯队长的可能性 而选择将重心放在自己的比赛生涯上 现年43岁的罗斯是今年赛队杯胜利后 向2023年队长卢克 唐纳德高呼在两年的团队成员之一 罗斯一直被认为是其他可能接任该职位的人选之一 虽然罗斯表示有朝一日能够担任这个角色将是一种荣誉 但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成为队长 他认为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才能胜任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 他还表示 考虑到2025年在纽约举行的赛事可能会非常喧闹 唐纳德的沉稳风度将非常适合担任队长 瑞安航空被要求支付200万英镑的新冠疫情航班取消费用 英国每日电讯 Rionair被判输掉了于On the Beach的高等法院诉讼 被命令支付超过200万英镑给度假套餐公司 判决指出 Rionair从不公正的获利中受益 必须支付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由度假套餐提供商做出的退款 这场争议是Rionair与在线旅行代理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 涉及第三方预定 在线旅行代理声称 包括Rionair在内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采用了激进策略来减少提供给度假套餐供应商的座位数量 Rionair声称 第三方预定阻止航空公司直接与客户打交道 电视节目主持人声称 令人伤心 令人失望的间隔年 因过于有组织而受到影响 英国每日电讯 凯特汉布尔是春季观察节目的主持人 他批评了当今青少年的间隔年 称其令人悲伤和失望 因为他们太过有组织 汉布尔说 当他离开学校时 他选择了自己的青少年反叛 带着800英镑的钱在袜子里环游非洲 而不是去上大学 他说 如今的年轻人不再依靠口尔乡船来选择旅行目的地 而是选择由他人计划的有组织的旅行 汉布尔认为 在他那个年代 人们只需买一张去印度或澳大利亚的机票 然后通过口尔乡船来计划旅行的其他部分 因为当时没有社交媒体 蒙特利尔警方逮捕了17人 涉嫌涉及价值超过500万加元的房地产诈骗案 加拿大环球邮报 蒙特利尔警方逮捕了17人 涉嫌参与一起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房地产欺诈计划 据称 欺诈团伙成员使用假身份证明借贷未拥有的房产价值 然后这些假身份证明被用来签署法律文件 并在真实房主的名字下开设银行账户 从私人贷款人那里获得的融资 在存入银行账户后不久就被提取出来 房产的真实所有者发现自己被绑定了 他们没有贷款的抵押贷款 而贷款人则损失了他们借出的所有资金 这17个人预计将面临欺诈 洗钱 阴谋和非法获得财产的指控 曼利和法尔旨在重新获得DP世界巡回赛的资格 BBC 威尔士高尔夫选手斯图尔特 曼利和奥利福 法尔将参加本周在马列塔举行的挑战巡回赛总决赛 目标是重新获得DP世界巡回赛的资格 比赛结束后排名前20位的选手将获得下个赛季 DP世界巡回赛的资格 曼利目前排名第14 法尔排名第22 如果英格兰的亚利克斯 菲茨帕特里克已经获得了DP世界巡回赛的资格 那么排名第21的选手也有可能获得资格 挑战巡回赛总决赛将于周四至周日举行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的观察员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我们看到东京色谷区政府对万圣节进行了打击 这引起了聚会者和游客的不满 其次我们讨论了新泽西海岸如何成为了新的汉普顿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接下来我们了解了老虎伍兹和美国体育界的贵族们将推出高科技室内高尔夫联赛 然后我们探讨了对于对冻结的房地产市场感到沮丧的购房者的一些建议 此外我们还谈到了美国法院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修复有缺陷的股票回购规则 我们还了解了范蒂冈的聚会标志着天主教会的新方向 最后我们看到参议员因参与失败的交易而被迫放弃首轮选秀权 对于东京色谷区政府对万圣节进行打击的新闻 我认为安全问题是他们禁止庆祝活动的主要原因 虽然这样很多人感到失望 但我认为确保公众安全是最重要的 至于新泽西海岸成为新的汉普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提供了相似的度假体验 但价格更实惠 关于高科技室内高尔夫联赛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参与进来 对于购房者的建议 我觉得这些建议都是很实用的 可以帮助他们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中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至于股票回购规则的修复 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以确保市场的公正和透明 关于范蒂冈的聚会 我觉得这标志着天主教会的新方向 它将更加注重共荣和人类的尊严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东京色谷区政府是否过度反应了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去新泽西海岸度假 你们对高科技市内高尔夫联赛有什么看法 你们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中有什么解决方案 你们对股票回购规则的修复有什么想法 你们对范蒂冈的新方向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